如果你拥有一个身高160体重94斤 欧排E的吸血鬼女友 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男主亲野月音可以很负责地告诉你 这绝对是人间天堂 人妖速度本不错 只怪她长得太好看了 而两人的相遇也很奇特 月音在第一天去上学时 突然被骑了单车的萌香撞倒在地 当她看到萌香的外貌后 一股热流直冲大脑 鲜血也从鼻孔流出 萌香很愧疚 打算帮月音擦拭血液 结果身体却不受控制 整个人竟主动扑在了月音的怀里 所有开始瞬息那流出来的血液 被兴奋占去大脑的月音 完全不知道眼前这个可爱的少女 竟是一只吸血鬼 于是来到学校还在幻想起 日后美好的校园生活 可下一秒 老师的一则通知 就让她魂都快吓掉了 原来月音就读的学校 是一所妖怪学校 身边的学生全是各种妖怪 人类在这里只会成为妖怪的口粮 可因为学校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所有妖怪不允许以本身出现 必须幻化成人类模样 才能行动 这才让月音这个人类逃过一劫 就在她有些庆幸时 萌乡竟走进了班级 在所有人都羡慕了眼光下 直接大胆地扑到了月音的身上 全体男生羡慕嫉妒 但却也只能羡慕 唯独一位长蛇怪忍不了 想要找月音麻烦 身为人类的月音只能被单方面欺负 即便被打得伤痕累累 但月音能救会挡在萌乡身前 在又一次被长蛇怪打飞后 月音也终于没有力气站起来了 躺在萌乡怀里开始表达感情 她不讨厌萌乡 也不害怕萌乡 如果可以 她也想跟萌乡做朋友 说完 还不小心找下萌乡乡书前的十字架 突然 一股能量刺萌乡体内爆发 原来十字架里封印着萌乡的另一个人格 此时的萌乡发色变白 气场格外强大 长蛇怪只于看她一眼就浑身站立 而动弹不得 随后 萌乡一脚踢出竟秒杀的长蛇怪 而月音在这之后昏迷 整个人倒在了萌乡的温柔乡里 等她醒来发现自己枕在了萌乡的大腿上 而原型想要离开这所学校的想法 也早已不复存在 她决定继续留下来读一段时间看看 萌乡在知道月音的人类身份后 也并不嫌弃 反正以后就由她来保护月音 但下一秒 血跃的刺激又一次让萌乡的身体不受控制地 扑到了月音的身上 因为这里是妖怪血跃 萌乡担心月音会因为人类身份而太过渡 所以便让月音有事尽管提 自己一定会全力帮助她 不过在这之前 她需要先吃早饭 说完便扑到月音身上瞬息一口 虽然不疼 但这感觉琢实有些奇怪 就在月音冷不住吐槽时 远处一位倒在地上的少女 吸引了她的注意 善良的月音 扶着少女去一物室休息 就在月音不注意时 少女的眼力竟出现了一道又一道的涟漪 所有月音竟大胆地抱住了少女 而这一幕恰好被萌乡看在眼里 原来少女胡梦的真身 情深默默 为了家族未来的发展 她想要在学校里寻找命运中的另一半 试图搞定全校男生再细细挑选 让男生与她对视 就会被瞬间魅惑 但因为萌乡的出现 全校男生都为她而疯狂 急挖受缩的胡梦便打算抢走月音 来打击萌乡 不要即便在魅惑中 月音的脑海 能救是萌乡的身影 这两胡梦恼羞成怒 打算杀死月音 关键时刻 是萌乡出现 阻止了胡梦 原来在萌乡上心的时候 体内的另一个人格告诉萌乡 而是真正的伙伴 在萌乡结束封印后 胡梦完全不是对手 为了不留隐患 萌乡起了杀心 谁知月音却挡在了胡梦面前 表述胡梦并无二义 只是单纯的执行家族领悟 这句话让胡梦彻底破防 竟直接大声哭了出来 最后萌乡也放弃杀死胡梦的念头 但果然留下了隐患 胡梦竟因为月音 挡在自己身前的那一刻而被感动到 竟真的爱上了月音 从这之后 月音便每天过上了 被两位少女争享的幸福生活 这个小卢力身高137 别看他小 小小身体竟所向无敌 他是魔女的后裔 但在这个世界 魔女的身份备受争议 人类把他当成怪于驱赶 妖怪把他当成另类嫌弃 小子在学校成绩排名第一 天生没有朋友的他却整日面带微笑 可惜玩恶族剧的小子 在有一天得到一群混混 就在他们即将把手 伸向小子时 向有萌乡及时赶来自治 而小子也早已按摩萌乡许久 对于这个人让全校男生 为之疯狂的吸血鬼美女 小子是打心地的崇拜 于是遍一整天都黏着萌乡 为了让萌乡只属于自己一个人 小子开始整股萌乡身边的人 他拿出一个稻草人 最后把月鹰的头发放入了草人身体 开始操控草人自己打自己 落房间内的月鹰 也在重复这个动作 接着小子来让月鹰对异性动手动脚 这一幕将要被萌乡给砍倒了 诸然萌乡汇回月鹰时 小子却暴露了自己 天真无邪的他在系统完月鹰后 都忘了躲藏而是开心的小猪生来 月鹰很生气 他表示小子这样做会没朋友的 而小子也不在意 能就是嘻嘻哈哈 可事后却还是忍不住回想起 自己之前被同学孤立的场景 就和他失神时 被他系统过了几个混混 又来找他麻烦 这次他们打算吃掉魔女 小子想要反抗 可魔棒却被混混他们吃掉 最后关键时刻是萌乡赶来 月鹰还用身体替小子挡下一次攻击 他在了解魔女的处境后 为自己之前说的话感到愧疚 于是真诚地向他道歉 最后萌乡也解开封印 一股澎湃的能量 以他为中心扩散开 三个混混都被吓傻了 在解决完混混后 萌乡也真诚地对小子说 从今往后咱们就是伙伴 你不再是孤单一个人了 可萌乡的善良之举 终究还是错付了 因为小子喜欢萌乡的缘故 小子表示自己也喜欢上了月鹰 从这之后 月鹰开始每天过上 三女争想的苦逼生活 可是有三个人成立了一个粉丝团 将整个房间贴满了三位美女妖怪的照片 她们发誓一定要俘获女神们的放心 可是身体却不受控制的 总是做出了能唾弃的行为 三人要么偷拍 要么大胆骚扰 为此她们还不惜冒险去找月鹰的麻烦 但是每次都被三位女神阻拦 这个情况当月鹰有些备受打击 她也了解到三位女神被人骚扰的情况 但是由于自己太弱 根本没办法帮她们 相反 自己处处还得被她们保护 这段月鹰萌生地想要离开这里的想法 于是在一天黄昏 收拾东西 并离开了学院 相好被小子看到 她敢忙通知萌香胡梦 而粉丝团三连柱也得到这个消息 于是跟着月鹰跑了出来 只要离开学院 那么月鹰就不受小鬼保护 三连打算在外面杀了月鹰 这样她们才有机会俘获女神的房心 于是 她们展露了自己的本体 三连合力 很快就制服了月鹰 并且下手丝毫不留情 就在关键时刻 萌香她们赶了过来 小子更是变出了一张椅子 让月鹰坐在上面 几日自带相机和小娇妻 她们自然没有把粉丝团三连柱放在眼里 埋怨都是写满了对月鹰的关怀 她们是朋友 既然是朋友就不要怕麻烦 这些画面深深地刺激了粉丝团三连柱 预知三连石柱的三维一体融合计 变成了全新的形态 萌香也解除封印 恢复吸血鬼的全部实力 看着萌香那随风飘逸的影色长发 还有那浑身散发出来的霸气 三连柱的甜狗属性直接暴露 还得好好劝劝月鹰不要离开这里 结果月鹰却压根就没有想要离开 她外出只想要给家里寄予封信 因为通往人类世界的班车一个月只有一次 毕竟这里的生活那可谓是让人流连忘返 被人保护这种体验简直不要太爽 但其实重点还是那三女帮助了月鹰找回的自信 最近学校为了让妖怪们更适应人类生活 随便举行了社团活动 但是月鹰发现妖怪们举办的社团实属有些硬间 唯独游泳社看起来与众不同 为首的部长声称他们社团目前只有女生 所以很希望各位猛男可以加入游泳社 月鹰想的自己游泳技术也还凑合 月鹰想在萌箱面前攒入一把 实验带欣赏一下游泳社的大好风光 可谁知萌箱却牛肉捏捏不愿下水 月鹰没有看出萌箱的窘迫 可是部长却发现了萌箱爬水的情况 原来吸血鬼对水有绝对的抵触 知道这个秘密后 部长便大胆地依偎在月鹰身旁 一脚学为由展开了攻势 其实从一开始 月鹰就被部长给盯上了 因为他身上所散发出的人类味道 着实对妖怪有着强烈的冲击 萌箱实在看不下去了 于是掉头就走 就在萌箱离开之后 部长也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 只见整个泳池的男生 都成了游泳社成员的口粮 原来部长他们的真身是人鱼 但与大多数人所了解的人鱼不同 他们是依靠吸血男性气血为食 月鹰对他们来说更是顶级美食 就在月鹰被人鱼围住时 关键时刻 还是萌箱及时赶到 他在离开后非常伤心 认为月鹰根本不了解自己 甚至只顾着自己 体内的李伦格也劝萌箱不要再理月鹰 但感情这种是谁又能说得清 萌箱在自我忧郁一阵后 决定回到月鹰的身旁 哪怕在旁边待着 他也觉得满足 于是看到月鹰有烂 让毫不犹豫地调下水 但水带给他的冲击 让他瞬间昏迷 希望红萌和小子也赶来支援月鹰 那月鹰抽身能来到萌箱身边 在裁下十字架封印后 七血鬼女王的姿态再度了现身 喝水带来的影响还是存在 但起码可以承受 最终萌箱将部长骗到空中 直接秒杀 事后月鹰找到萌箱道歉 表示自己不加入游泳社的 也很抱歉自己没有去了解萌箱 就这样 两人的矛盾眼角云散 最后两人一起加入了新闻部 但没想到 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护学 女生遇事 驴出现头盔狂 少女隐私频繁忙遭到偷拍 这些糟糕的情况 自然是新闻社团的头号目标 最后提债的新闻 很容易博人眼球 所以月鹰他们自然是要抓住机会 只要能够查出这个头盔狂 那么一定可以让新闻社大回一把 难道月鹰他们没有想到 那个所谓的头盔狂 竟然就在自己身边 他就是新闻社的社长 每次萌箱他们在高处时 这个社长就会低下身子仰望 其中月鹰发现时 还以为社长只是无一之躯 但社长却栽算嫁祸给月鹰 倒是萌箱竟担心月鹰 真的是那个头盔狂 而社长的最终目的还是萌箱 他早就羡慕月鹰身旁 总有美女围绕 于是为了得到女神放心 在一开始见面 就耸花展现自己的魅力 为了让月鹰彻底败坏名声 社长跟着欺骗月鹰 自己可以帮他解除误会 最后带着月鹰来到一处地方 真是秘密了让他往上面的窗户看去 结果屋内 竟是女神更衣的地方 而社长则赶紧拍下月鹰偷看的证据 女孩们也发现了月鹰 机体穿好衣服 出来抓住了他 萌箱这次也没有出面保护月鹰了 因为他也误会了月鹰而感到失望 就这样 月鹰成了学校里人人喊打的过节倒数 不过胡门和小子却觉得不对劲 他们更加相信月鹰不是这样的人 并且他身边就有三位分隔不同的卷美女子 凭什么还需要偷看 而社长看到自己的计划成功 于是便兴急地找到萌箱 打算趁机占便宜 但还要萌箱虽然误会 但心里还是愿相信月鹰 在胡门和小子赶来对着社长咄咄逼人后 他因为心慌 而不小心把身上藏起来的头发照片掉了一地 铁正卢山 社长也不打算隐瞒 决定用武力征服萌箱 他的真身是狼人 加上今天是月鹰之日 他的实力完全不落于解除封印的萌箱 不过最后月亮被乌云给遮住了 实力对减的社长自然就被轻松打败 隔天社长的行为就被萌箱他们公开 报纸的销量果然特别的好 然而萌箱却发现 这件事之后 月鹰似乎被一个紫色头发的少女给盯上了 那小眼神很明显有些不对劲啊 如果是你在生活中遇到头盔狂 你会如何处理这种混蛋呢 白雪是学校里的问题少女 她之前一直都没有来上学 没想到一来学校就被老师重点关注 更没想到一来学校就对月鹰异常主动 先是当着萌箱他们的面与月鹰搭话 更是偷偷在月鹰身后跟踪 还在萌箱他们不在的时候主动挽住月鹰的手臂 表示自己也喜欢看新闻 她认为月鹰跟她很相似 她能感受到月鹰的孤独 不懂得如何拒绝的月鹰被白雪缠了好久 两人在互边独处 可月鹰脑海里都是着急去找萌箱玩耍 结果在准备离开的时候 白雪又一次扑到月鹰的身上 她想要拥有月鹰只属于她一个人的 甚至还展现自己的真身旋律威胁月鹰 如果月鹰执意要与萌箱好 那么自己不知道会做出什么极端行为 因为白雪早已制造了一个替身 来到萌箱这边 幸好是胡梦出手救下了萌箱 所有两人便抓紧赶去寻找月鹰 白雪也想要庆祝所有阻碍她与月鹰在一起的人 可是在月鹰明确表示自己的立场后 白雪愤怒了两天怒吼 最后便消失了 这之后 学校的一名老师便身手重伤 其他老师觉得还是要将白雪赶出校园 月鹰还以为是自己太直白赏了白雪的心 在她找到白雪试图拳收她回头事案时 她却彻底破房了 原来那位受伤的老师 竟想对白雪做坏事 她憎恨这个世界没有人能理解她 本以为月鹰与众不同 没想到也是一样 飞龙的白雪打算冰冻世界 但强大了力量 让她脚下的土地都发生龟裂 幸好月鹰出手抓住了她 这一举动也彻底将白雪从黑暗中拿了出来 但是她制造了冰冷却不受控制 幸好是梦想解除封印 处理了这个麻烦 她告诉白雪 想要死也先努力活着再说 从这之后 白雪也不再敌视梦想他们 而是转变成了外蒙少女 整天跟在月鹰屁股后 那让人没想到的是 就连新来的女老师都想把月鹰变成努力 这个新来的女老师穿着性感 每天吸引无数男生的目光 他们为之疯狂 唯独月鹰因为成绩下滑严重 而从不关注新来的第一子老师 他找到蒙香请求她给自己补习 可是两年如果共处的话 学习成绩或许只会下降 因为每次只要与月鹰独处 蒙香就会想要扑到月鹰身上损息 那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很简单 那就让胡梦小子白雪奇女都来帮忙 身为月鹰的追求者 有他们互相盯着 自然就不会对月鹰占便宜 然后这次补习的经历也不太顺利 结果离子老师却很乐意给月鹰开小灶 英语的态度让胡梦他们感觉有些不对劲 但又说不上哪里有问题 可为了成绩 月鹰还是走进了离子老师指定的教室 结果映入眼帘的却是怪异的场景 并且离子老师的穿着更为暴露 在月鹰没反应过来时 皮边划破空气 竟在月鹰脸上划出了一道衰痕 离子老师的补习好像很管用 客厅月鹰就能把知识点倒背如流 但眼神却一场空洞 对梦香也爱搭不理 离子老师给出的解释是梦香影响了月鹰学习 被打击的梦香陷入了自我怀疑 但他能就坚持替月鹰写下笔记 可很快 梦香就发现了端倪 于是在月鹰又一次去离子老师教室补习时闯入 结果发现离子老师变成了真身蛇人 利用能力将知识灌入了月鹰大脑里并且洗脑 他的理念是学生成绩至上 只要能提高成绩 他可以做到不择手段 而没有解除封印的梦香完全不是离子老师的对手 在看到月鹰替自己做的笔记散落在地后 月鹰对梦香的情感充于战胜了离子老师的洗脑能力 他在将梦香胸前的十字架封印 及学贵女王出现后 与赶来的白雪和离打麦的离子老师 这件事被揭发后 离子老师被停止两星期 最后月鹰也在梦香的帮助下通过了考试 迎来了假期的他们准备前往人类世界 结果在这里竟然遇到了一位实力强悍的魔女 这一次 梦香强大的实力都被完全可制 魔女竟然想要杀死月鹰 这个魔女连误时父母因为抽合双亡 从此他憎恨全部人类 幸运的是他被一位好心人收养 魔女将他当成自己的主人 原本他对主人十分忠心 但是主人的观念却与他发生了冲突 他们生活的魔女直丘有着绝美的景色 到处都是金灿灿的香热葵 可是人类是盯上了他的家园 这让刘飞对人类的厌恶达到了极点 他想要毁灭人类 但是主人却在名流之时 告诉刘飞不该怎么做 他无法接受 于是制造了一个主人还活着的假象 因为刘飞有着喜欢被人命令的癖好 于是假的主人变成了他毁灭人类的侍候者 而这个秘密强要被月鹰发现 刘飞彻底暴走变成了巨型怪物 这次战斗 连S及吸血鬼猛乡都处于下风 没想到起到关键性的 竟是一直不被人看好的小魔女小子 他清楚地知道魔女的魔力来源于魔具 于是在他的帮助下 蒙想摆脱了刘飞的控制 最终打败了刘飞 一生孤独的刘飞没有朋友 更没有一个家 可是蒙想他们却愿意给刘飞这个机会 愿意当他的朋友 从这之后 刘飞也成了他们的战友 因为在这之后 几人回到学校 却被治安委员会发现了月鹰人类的身份 一场畸形正等着月鹰 治安委员会手上握着极大的权力 他们为非作胆没能敢反抗 而月鹰他们所处的新闻社 曾试图揭发这个恶行 于是便被委员会头目九要给盯上了 他们发现月鹰从没有在他人面前 攒露过本体 并且在他身上 有动于诺线的人类气息 九要抓走了蒙想他们 并使用幻术 让月鹰看到蒙想他们手型的情况 卑鄙无奈的月鹰 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于是九要便决定公开处刑月鹰 所有学生都纷纷叫好 而不知道月鹰身份的胡蒙小子 他们也受到了打击 他们虽然也讨厌人类 但更生气的是月鹰和梦香 瞒着这个事实 但最后在刘飞的带领下 他们还是决定救下月鹰 虽然成功救下了月鹰 但是月鹰却被偷袭 整个人被火焰 伤得奄奄一息 为了救活月鹰 梦香解除封印后 达成用自己的血液唤醒月鹰 但是因为输了太多血 导致最强战斗力的梦香 仅不是九要的对手 既然有人拖住了九要 那梦香找到机会 打败了九要 而对外公开时 所有人都以为是月鹰 打败了九要 于是关于人类身份的争议 也因效云散 其实关于诉讼血液这件事 早在与刘飞对决的时候 就发生了 那时候月鹰也身受重伤 但之后却又满血复活 梦香对月鹰身体的改造 其实早就在进行了 受伤的梦香也在休息的时候 与月鹰似模相对 两指头脸和心跳加速 就在准备相吻的时候 后宫团还是突然冒出 打断了他们 金语分分表示 自己也要亲亲 这改死的画面啊 这是2008年的一部神奇动画 十字架与稀缺鬼 这绝对是大多数人的路窄翻 非常难助的后宫生活 让不少人羡慕嫉妒 剧情做事可以给人带来欢乐 或许拿来与如今的动漫 做对比的话 它可能没有那么精致 就是一部很标准的后宫翻 剧中还有不少笑点 无法用解说来表达 另外作为许多人的启蒙作品 这部动画 还是深受不少人的喜爱 即便现在观看 也能有很不错的体验 当然前提是对后宫动漫 感兴趣的人群 否则又是一堆吐槽 买漏 低俗 低零的评价